HP Spectre X360 通過 Intel Evo 認證 搭載了 Intel 第13代 i7-1355U 處理器 10核、12序 效能表現在線強悍 搭配大容量 32GB LPDDR4X 記憶體 以及 1TB SSD 儲存空間 工作上絕對是你的好幫手 獨家切腳機身 ACD面鋁合金材質設計 外觀造型更顯精緻質感 13.5 吋 3-2 的大螢幕 不只擁有 100% 無邊框設計 還擁有 100% DCI-P3 的色域 還能支援觸控以及手寫筆操作 SDR 模式下的亮度是 400 尼特 HDR 模式下還能達到 500 尼特 高亮度也可以讓螢幕色彩表現更為豐富 支援 PD 充電 最快 45 分鐘就可以充滿 50% 的快充技術 還有整機 1.36 公斤的輕巧重量 是一台外出打拚的好夥伴 身為商務機的 HP Spectre X360 還擁有獨家設計的整合式鍵盤 電源鍵 指紋辨識器 物理式鏡頭開關鍵 一鍵開關麥克風 保固最貼心 兩年台灣本島道府維修服務 微軟 Surface Pro 9 二合一電腦 擁有筆電的效能 平板的靈活 搭載 Intel 第12代 i5-1235U 10 核心處理器 給需要到處搜尋靈感的創作者們靈活運用 13 吋觸控螢幕 杜比 Fusion 技術支援 可以因應周遭的環境 自動調整色彩平衡 以帶來絕佳的顯示效果 無論橫式或是直式使用 都能非常直覺性的流暢操作 整台主機只開兩個 I.O. 其中支援 Soundable 4 的 Type-C 最高可達每秒 40GB 的資料傳輸速度 支援 Wi-Fi 6E 電池續航力最長可達 15.5 小時 全機大約 880 公克 一共有三個顏色可以選 經典白金 還有石墨黑 跟全新寶石藍 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喜好 挑自己喜歡的吧 Asus VivoBook S 15 OLED 有色有膽 通過 Intel Evo 認證 最高搭載第13代 Intel Core i5-13500H 系列的處理器 15.6 吋 2.8K OLED 螢幕 同樣擁有 100% DCI-P3 色域 支援 Soundable 4 最高可達每秒 40GB 的資料傳輸速度 以及最新 Wi-Fi 6E 的無線網路技術 A 面為金屬殼蓋 螢幕還可以 180 度開合設計 視覺、觸感與螢幕分享一起提升 螢幕通過了 Pantone 認證 還有整機均規耐用認證 搭配了 75W 的電池容量 PD 快速充電也可以在 49 分鐘內 充滿 60% 的電量 是 CP 值超高的一台筆記型電腦 上一集我們聊到 Intel Evo 的一些基本概念 這一集我們就繼續探討 Intel Evo 認證的續航力 它續航力的基本驗證條件 就是在 Full HD 的螢幕條件下 日常的使用時間必須超過 9 個小時 接下來就讓我們用這三台的詳細規格 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吧 這三台筆電的螢幕都是 Full HD 以上的解析度 在我面前的這台 HP Spectre X360 是 13.5 吋 OLED 3K 德國藍音 TUV 加上 iSafe 認證低藍光螢幕 更新率 解析度高達 2.8K 電池續航力為 15.5 個小時 ASUS VIVO BOOK S15 則是一台 15.6 吋 OLED 2.8K 螢幕 也確實符合了 Intel Evo 認證的條件 我個人建議在選購筆電的時候 大家也要選一塊好的螢幕 因為畢竟我們每天盯著螢幕 大概都要 7 8 個小時 對自己眼睛好一點 效率才可以提升 在 Intel Evo 認證當中 快速充電也是基本條件之一 所以這三台他們都具備了 充電 30 分鐘可以使用 4 個小時的基本條件 那這樣子對於筆電無線使用 讓筆電的無線使用效率提升 也不用擔心說我們帶出去出差或者是開會 用到一半就沒電的窘境 接下來跟大家聊聊記憶體 記憶體在電腦裡面其實它就是用於 暫存資料 簡單來說就是作業系統它在暫時存取的一個 資料儲存區 用來存放一些我們正在使用的系統啊 軟體啊或者是檔案去做存取 可以快速的讓電腦去運作 那 CPU 跟記憶體啊 我們可以說他們算是一對默契很好的夥伴 當電腦運作的時候啊 他們兩邊需要互相配合 這樣子才可以讓我們使用者在體驗上 還有電腦運作的效率上 達到非常良好的感受 HP Spectre X360 搭載的是 32G Onboard LPDDR4X記憶體 ASUS VivoBook S15 OLED是搭載 16GB Onboard LPDDR5 微軟 Surface Pro 9 搭載的是 8GB LPDDR5 Onboard的記憶體跟獨立的記憶體到底有什麼差別 然後記憶體大概需要多少才夠用呢 其實啊想要設計出一台輕薄的筆電 各大筆電廠都會想盡辦法 在有限的空間裡面放入最高效率的主機板 所以大部分的輕薄筆電都會設計 Onboard的記憶體 從規格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ASUS跟HP他們使用的都是 就是Onboard記憶體 容量也有16GB或者是32GB 那LPDDR5跟LPDDR4X 它都是屬於Low Power 低功耗的記憶體 低功耗是為了可以避免 在運作的時候產生更多的耗能 那記憶體容量到底要多少才足夠呢 我認為啦如果你是電競使用玩家 那你至少要16GB以上 那假如你只是商務文書需求的話 大約要8GB以上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最後一項實測 就是Intel EVO認證 它需要每一台電腦在休眠喚醒的時候 只有一秒鐘 有沒有看到 這三台實測的結果 的確都低於一秒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總結一下 Intel EVO認證的推出 算是加速了輕薄筆電的推出 那我們今天桌面上的這三台 各自有不同的尺寸 外觀造型也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 還有他們的價格去做選擇 那這三台筆電的資訊呢 我們都會幫大家整理好 擺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